首先呢,来教大家做四川卤菜的老汤 我们首先需要用骨头来钓老汤 钓老汤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有猪铜骨一根,大概就一斤半的样子 可以选择猪铜骨,也可以选择猪大骨 鸡架一个 10克,料酒20克,老姜50克,老姜开破就可以了 QQ1365258900,1365258900,材料就是这些,下面我们来具体的制作 下面来个骨头焯水 锅里面放水 倒入猪铜骨和鸡架 把水煮开,煮开之后煮两分钟 就去用凉水冲洗干净 去除一下表面的脏东西和浮沫 水煮开之后 这个不锈钓铜里面放15斤水 放入我们刚才焯好水的骨头 料酒 最先准备好的 老姜50克 大葱50克 用大火把这个水烧肺烧开 然后转小火熬至4个小时以上 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可以熬的时间久一点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微信 我们做四床卤菜 用于是第一次来做这个卤汤 所以需要钓老汤 我们卤制的原料越多 卤过三四次之后 卤制的原料越多 这个卤汤会更鲜更香 就自然而然成为老汤了 我们钓老汤的目的 也是为了让我们卤出来的成品 会更香更鲜 所以才来钓老汤 现在先把水烧沸 然后转小火 下面我们来介绍 做四川卤水 所需要的香料包 也就是药材包 以及调味料 和调色所需要的炒糖色 用到的材料 首先呢 猪油 150克 你可以用猪油 也可以用色拉油 用量是一样的 都是放150克 我们是推荐用猪油 因为猪油调出来的色 做出来的光泽度 会比色拉油要好一些 猪油呢 我们就是用猪肥肉 猪板肉 来炼的油 具体的炼 泡20分钟左右 这样呢 能够清洗 而且呢 泡一下 让这个香料的香味 更容易出来 放在温水里面 泡上20分钟 然后我们就把它 冲洗一下 浴缸水 放在这个杀布袋里面 再绑紧 就放在卤水里面 来做卤汤 好 材料就是这些 现在呢 这个老卤汤熬了差不多4个小时了 我们之前熬的时候开大火 烧开之后转小火 小火熬的时候呢 就保持这个水面 有点微微沸腾的状态 就是冒小泡 微微沸腾的这个状态 让它熬汤就可以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葱姜捞出来 因为煮的太久了 它就煮烂了 骨头还可以继续放在里面熬 撇一下表面的这个浮沫 撇一下表面的这个浮沫 一个是刚才清洗好的这个中药香料包 把香料包淘到这个汤锅里面 卤汤的多少 掉这个汤的多少的话 看你自己所需要的量 你可以煮多一点 我们今天配的这个 调味料和料包的量呢 就是十斤水的量 你也可以做二十斤水 三十斤水 不等 下面来炒糖色 把这个锅移一下 下面来炒糖色 锅里面倒一